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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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重点 其实呢这个雨势大约是持续到礼拜六的上半天 那礼拜六的下半天之后呢 一路到了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持续受到高压回流的影响 连进这种功能一天会比一天稳定 尤其呢是在下周一下周二的时间 北台湾我们高温可以回升到27度到28度左右 但今晨晚上低温只有20度猪头 还是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 那至于在整体中南部地区来说的话 今天呢还是营量稍微比较偏多 不过呢从明天开始录到整体的周末的时代 像是在中南部地区 高温更可以上海到30到31度 不过要留意日夜温差是达到了10度左右